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是什么拉开了你们之间的差距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Xpower指纹浏览器 Xpower于2019年成立 初心是为了让在线营销变得简单有效 为了实现账户安全的目标 Xpower致力于提升数字身份仿真技术 通过提供独特的指纹环境 让用户管理宝贵的业务资产 Xpower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通过短短的几年时间 Xpower从一个测试产品 扩展到一个功能丰富 服务可靠的专业性平台 我们始终坚信Xpower 是使用指纹浏览器的最佳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将全程无死掉 使用Xpower指纹浏览器的功能 以及为大家演示如何购买IP 隔离IP 多环境使用Xpower指纹浏览器 多号参与类似于grass Blitz Nodepay 挂机类型和需要多号参与 博取空头的项目 注意是实操演示 手把手教你使用工具录空头 录更大的空头 这边是Xpower指纹浏览器的官方网页 它有免费注册 以及是立即下载 我们强烈建议在你的电脑当中 进行下载他们官方的APP 根据我们电脑本身的系统 然后下载对应的版本文件 为什么呢 是因为网页所展示的内容 远不及你下载官方的APP 来得那么全面 使用官方的APP的话 可以体验到更多的功能 这些是网页所不能赋予的 如果还未注册的小伙伴 请一定要第一时间注册哦 注册的话可以使用我们这个邀请码 感谢您对加密阿法的支持 同时作为新人 如果去注册的话 可以享受三天所有功能 无限使用的权利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在APP当中 进行登录自己的账号就可以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 如果是新人注册的话 可以享受到环境数15个 用户数2个 为期三天 所有功能免费使用的权利 很多观众老爷在一开始 进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会一筹莫展 不知道接下来的步骤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需要去新建 一个浏览器的环境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项目的名称 比如说一般我们建议啊 大家把名称归集为 你要参与的空头项目的名称 或者是你要完成一些任务的名称 这样的话会更加方便 你下次打开环境的时候 知道你什么样的环境 做了什么样的任务 那么这边的话会有一个 SunBrother 以及是FlowerBrother 两个浏览器的内核 这边请进去 我以简短的一句话 概括一下SunBrother 以及FlowerBrother 两者浏览器的区别 SunBrother它是Xpower 基于Chrome内核开发的指纹浏览器 也就是谷歌的内核 它具备高性能 高兼容性 和丰富的拓展程序等优点 适合处理复杂的网页应用程序 是跨境人比较常用的浏览器 也是我们这边尤为推荐的 指纹浏览器类型 FlowerBrother 是基于Firefox 内核开发的浏览器 也就是火狐浏览器 以其强大的隐私保护功能 而闻名 Firefox的内核 以其增强型追踪保护 ETP功能著称 能够拦截超过2000种跟踪器 包括Facebook Twitter等网站 接着我们看到的话 是操作系统 这里的操作系统 是不基于我们本身 电脑的操作系统 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什么样的操作系统的浏览器 就可以在这个方向上选择使用 它同时支持Windows、MacOS、Linux、Android 以及是iOS各种版本 再次说明一下 操作系统是不基于我们本身 电脑的操作系统 你可以选择任意一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 大家是可以看到一个代理信息 代理信息是我们这边 等一下会给大家演示的 IP更改环节 其他的话 我们可以基本不用动 遵循基础设置 然后这边进行一下确认 这边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我的名字是 演示教学这一个 那同样的我们说了 如果是作为新注册的用户的话 是有15个环境可以免费使用的 那么我们刚刚只创建了一个 这边同时在新建浏览器的旁边 有一个批量创建 批量创建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一次性创建10个甚至更多 当然它一次性最多可以创建1000个环境 不过我们超标了 对不对 创建的方式会分为批量导入 以及是快速创建 快速创建和我们刚刚新建浏览器的操作步骤 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这个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那么批量导入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方向上下载一下 Excel或者是TXT的模板 通过模板填入相对应的信息 那么我们打开相对应的模板 填写相对应的信息的话 然后批量导入就可以直接在 我们的Xpower指纹浏览器当中 部署多个我们所需要的指纹浏览器环境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批量导入 环境我们已经搭建完成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一些基础设施 那什么是基础设施呢 比方说我们在参与一项空头活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一钱包对不对 如果没有钱包连接的方式的话 你怎样去做这个空头呢 相关联的社交媒体 比如说网页版的推特 网页版的TG也就Telegram 以及网页版的Discord 那应该如何进行添加呢 在这里应用中心 那么它有一个团队应用 以及是推荐的应用 推荐应用我们可以看到 小狐狸钱包 它是在这个推荐应用当中 如果你想要的一个插件 或者是你需要去下载的一个基础设施 没有体现在这里的话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在团队应用当中进行上传应用 上传应用的话 它可以通过安装安装包 以及是在我们的谷歌浏览器当中 搜索相对应的URL进行下载 那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 下载OKX钱包相关联的这一个链接 进行一下复制 复制完成之后呢 我们转到我们的Spower准浏览器 然后把我们对应的URL输入进去 然后进行一下确认 它就会安装 自动安装在我们的浏览器环境当中 打开之后的话 就可以直接插件弹线出来 接下来重中之重的部分来了 就是如何更改自己环境的IP 那么在更改环境IP之前呢 首先保证自己的APP使用的版本 是最新版本 可以点击右上角更新中心 它会每时每刻进行到更新内容 那么同时也可以点击自己的个人设置 然后这边有个本地设置 本地设置我们往下拉 你会看到一个版本信息 那么也有一个软件的版本 以及是补丁版本 包括相对应的内核版本 内核版本我们推荐大家下载最新的 不然等一下我们环境部署完成之后 环境是需要内核才可以打开的 在我们进行到版本 或者是内核更新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完全可以用在浏览 我们相对应的IP网站上 目前我仅仅只知道这个IP网站 我相信各位观众老也一定知道比我多 但是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些安全常识 在进行购买的时候 请还是以单一个 就是我们先买一个来试一下 不要一次性购买太多 毕竟是花到钱的一些 一定要谨慎 那么这边的话会有相对应的三种方案 那么每一种方案我都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的话是第一种方案IPv6 它适用的是仅仅只支持IPv6的网站 单人独占使用安全性和稳定性比较高 价格也是比较低的 适合短期的需求 如果你长期做的话就不要用这个了 而且它并不是所有网站都支持的 那么第二种方案IPv4 它适用的话是所有的网站兼容性最高 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会比较贵一些 1.24美元然后单一个月 但独占代理通常是最佳选择 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些空头类型的任务的时候 比如说多账号管理或者是广告推广类似的等等 稳定性是比较好的 那么第三种方案是IPv4的需要的 那这里什么意思呢 就是分享版本 那什么是分享版本 就是说我们这个IP很可能不是你一个人在使用 最多三个人是在使用同一个IP 那你是确保你的IP是 你在你的IP下是没有做任何坏事情的 你就只是做一些空头类型的项目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类型的那个科目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使用你的这个IP 因为大家是共享的嘛 他可能做一些坏的事情 那坏的事情我们就不给大家展开了 你自己脑补一下就可以 那么他可能会导致其他用户的滥用 而导致这个IP的分禁 那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徒劳无功了吗 那如何进行购买呢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账户 创建完成账户之后呢 根据不同的 那比如说我们以第二个作为例子 我们要去买它 那肯定是钱不够嘛 钱不够我们就需要充值 然后这里的话一定要选择的SOX5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解释了 因为我们的Spower9667当中 那个也一定要选择SOX5 这是对应起来的 然后这边的话进行到Continue 那肯定是要去充值了 因为我们的当前账户没有那么多 那怎么充值呢 它这里提供了多种方式 Visa卡或者是我们的Crypto 也就是我们的加密货币 那大家都是Web三人 肯定使用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的话 我们数额 比如说它是1.40吧 我们给到它1.5 然后进行到继续 那没关系 我们就给到R好了 然后进行到继续 它这里会引导我们跳转到一个支付的环境当中 那这里的话选择网络 我们可以选USDT 自己的稳定币 或者是你持有的任何一个币种 肯定 但是优先会推荐USDT了 然后这边是网络 也是优先推荐那个币安链 BSC 选择完成之后呢 进行一下确认 确认它就会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充值的页面 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或者把我们的Web三钱包 进行扫码 然后支付这一笔费用 大概在1分钟左右的时间 它会打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然后你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一下购买就可以了 就在这里 然后进行购买 那我当前的话已经买了 买完成之后呢 它会体现在我们的account 就是账户下 你看到没 这边的话我已经有了 对应的 接着我们回到ISPOWER整容览器的页面当中 点开一下环境管理 这边我们要把修改的环境 进行一下勾选 那么现在演示的是单个 等一下我们会进行一下同步 这边我们点击 我现在已经勾选的状态了 对不对 然后可以在这个方向上点击三个点 然后代理的信息修改代理 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开旁边也有三个点 在这个方向上也是可以进行修改代理的 这个是没什么关系的 然后这边点击一下修改代理之后呢 对应的我们把我们刚刚购买网站的这个所有信息啊 全部都输入就是复制下来 复制好了以后呢 然后这边代理类型一定要sox file 我们在IP节点上购买了什么就一定要选择是对应的 然后我们也很推荐大家使用到sox file 这边的话端口信息 然后代理的账号以及代理的密码 这里填完并不代表着所有工序都完成了 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代理 直到它出现绿色的购书连接测试成功才可以 这边我们进行一下确认 然后那我这边确认之后呢 它就会更改 你看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的IP节点是俄罗斯 那我这两个的话节点都是新加坡对不对 因为我的VPN的节点是在新加坡 然后它这里的话是不是就修改成功了呢 修改成功了之后 这个就代表着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到空头的类型的任务 而且IP是相对独立的 那很多观众老爷就会问了 如何进行多个环境 那比如说我环境有很多 我需要批量导入到我的这一个代理 然后去进行修改 如何进行这个接下来的操作呢 点击一下代理的管理 这边有个代理的列表 通过填写的格式 那么一下支持到这四种了 然后我们优先推荐大家使用到第三种 因为它是有SOX5的标注 然后一个格式是一行 一行代表着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下一个环境的话就要敲一下回撤 那现在是不是在第二行当中了 这样的话 所有的代理书完成进行检查代理 然后我们下次在环境当中就可以全选 然后点击到一个代理 修改代理 这边的话点击一下以添加的代理 然后自定义 这里会有我们以下几种环境 然后直接勾选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说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到窗口同步了 这里点击一下窗口同步 首先我们环境都还没有打开 对不对 那这里我们取两个环境作为打开的例子 然后我们先打开一下 等待它加载 那一开始打开的话 可能需要配置有那么一小伙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打开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环境都是在我们的左手边的 那如何进行到 比如说我们大家推特上看到的 它这个窗口都是平铺直续的 非常规整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所打开的所有环境 然后进行到一键排列 你会发现 一个在左手边 一个在右手边 这就是很规规矩矩的 那很多观众也会问了 那我如何要进行到一个同步呢 这里的话点击一下启动同步 请注意啊 它启动同步的时候 有个主窗口 有个是被控窗口 主控和被控 主控的话就是 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什么操作 其他被控的窗口 都会进行如下的操作 那这里我点击一下同步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点击一下 你会发现 我们点击这个时候 右手边也打开了这样一个网页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在视频一开始所讲到 比如说我们要去参与一下Glass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点开一下Glass 那有部分国家 它这个网页打开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着急 我们点击一下接受 然后去注册一个 然后去挂机 想收到1.25倍的加成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当前是可以免费使用15个窗口 你就比别人多了15倍的收益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同时的话 其他类型的挂机项目 比如说Nodepay或者是Blaze 通过下载对应的插件 那这里我们只要简单的进行登录 然后下载对应的插件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可以比别人多15个窗口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收获空头G的时候 比别人拿到的会更多 那么除了类 除了这些类型的挂机类型的项目了 还有一些空头类型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有多号要进行参与的时候 无论是TG平台或者是Discord平台 需要去做的一些任务 是不是都可以在这个多个环境下进行部署 并且它是同步操作的 Xpower只能浏览器的功能 远远不止于此 我视频所演示的功能 仅仅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它还有对应的流程管理 计划管理等等强大的功能 这个是需要我们各位观众 或者包括正在看视频的各位 自行去体验的 因为注册的话可以享受三天 三天所有的功能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如果您和我一样也被Xpower指纹浏览器的魅力所折服的话 它现在有几负八折 年负五折的超强活动 并且在这个活动基础上 还可以最高享受60天的优惠 那么同时也很感谢Xpower指纹浏览器 对我们频道的大力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 所以我们为大家谋取了一个社群优惠码 CryptoAlpha注意一下文本框的内容 不要输入错误 可以在30天90天180天的基础上 再享受折扣 意思就是说折上折 OK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再次感谢Xpower指纹浏览器 对我们频道的大力支持